新手、老手和大神玩家玩迷你世界有什么区别?新手飞天 嘿,不就是上天吗?这有什么难的?看我开一个穿上模式,然后就不停,年车几下,就能飞上天呢?还能在天上做表情呢?没有比这够简单的飞天方式呢吧? 老手飞天,飞个天,有这么麻烦吗?在我看来,只要去工具箱里,拿上一个火箭背包就行 啥,你不会连一个火箭背包都没有解锁吧?然后,把火箭背包穿上,这样不就想怎么飞就怎么飞?只要你燃料够多,飞到外太空都行 哎呀,就是得小心点,别摔着了 大神玩家飞天,去,这些方法我早就又烂了,不如来看看我的 先来背包里,拿一个开关,一个投掷装置,一把能量剑,把投掷装置放到地上,就在旁边放上开关 打开开关,就能起飞了,起飞之后,不停使用能量剑技能,就能回到原来的位置 这才是大神的出场方式,够炫酷吧?新手二段跳 嘿,二段跳,不就是两个方块吗?只要吃个口气,只能轻轻手手上去 看我跳,天年年,这年年,左三拳右三拳,上去保佑我一定要成功哎 我跳,我再跳,我还跳 哎哟喂,这是那时候呢,怎么这么难跳啊,我不玩呢 老是二段跳,现在都已经2022年了,还有人不会二段跳,真是要消失 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下,千万别眨眼 怎么样,这不就是,有手就行 大神玩家的二段跳,二段跳,no no no 别说是一个,就算是十个我也能跳成功,像我这样的,一定得挑战,跳四段跳才行 我一下就上来了,这么些年迷你世界,我可不是白玩的,新手穿墙 只说,有沙子能穿墙,我太不相信呢,我得自己呢,试试,先做好一面坚固的墙,然后再拿上沙子,把沙子往头上放,多放几块,把自己给埋住 试试,怎么回事,可能这又是一个骗人的东西,可能我又想到呢 试试,当一个模型,怎么这么难呀 老手穿墙,想要穿墙还不简单,只要有沙子就行了,先选好一个位置 然后在自己的左边,右边,和后面的位置铺上沙子,这样才不会被挤出去 然后在头上放沙子,这样就可以从墙里走出来了,这下你们总该学会了吧,我都教这么多遍了 大神玩家穿墙,不就是穿墙吗,这还不简单,用沙子太麻烦了,我教你们一个简单的方法 先在地面上铺上四个云团 然后在云团周围插上火把,用火把打灭云团,摆上七七四十九拜 这里一定要诚心诚意,并且不能偷工减料,不然就不灵了 最后我们可以拿着火把,直接穿墙 看,什么都不需要,这下就过去了 我还能回来,然后再过去 是不是很厉害,你学飞了吗 呃,你学习了吗